骑士好端端行驶在五谷中心路上 突然一只小黄狗窜出将它撂倒 只见骑士整个人向右摔车无法起身 小黄狗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直接落跑 消失在画面中 因为为是流浪狗乱窜 后方却疑似有两名狗主人出没在事故现场 左顾右盼急着找小狗 但对骑士的伤势似乎视而不见 最后默默离开现场 骑士傻眼只好po网 歇寻四竹 两个年轻人然后走出来 骑士右脚膝盖因为摔车擦伤流血 摩托车车壳也有多处擦痕 爱与四竹似乎不是附近工厂的人 受伤歧视只好报警 仇助警方 我还问他说这样子太夸张了 然后他都说我就开门 他就自己跑出来 他只回了围居然后人就不见了 基本上的赔偿还是会跟他聊球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貌 警方凋跃事故现场的监视器 发现小黄狗突然从路中窜了出来 就朝大马路飞奔而去 四竹一致没有把小狗绑好 小狗就往马路冲了过去 骑士想必不急 瞬间摔飞 小黄狗不排除可能是四竹 带来附近公园六狗撑乱脱逃 直骑士观看影片 发现四竹寻找小狗的当下 手上还拿着千尘 怀狗主人没将小狗细好 恐怕是酿或主因 这只小黄狗目前下落不明 狗主人也没留在现场 梅西千尘纯面临三千起掉的罚则 碍于有人受伤恐怕还涉及刑则 警方也将持续调医监视器 寻找四主 道案说明 梅西区环城蔡神新北市采访报道